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直播 而且是同步直播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跟Twitch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直播要怎麼搞 那我們先從背景開始 但因為目前背景還蠻雜亂的 所以我想說我們用一塊白色的布 然後直接把它全部包起來 反正就是大家只看到白色的背景而已 什麼其他的東西都消失 那我們就直接來加一下白色背景 OK那我們就成功的把我們的白色背景部分放到我們的後面 那我們用我們的曬衣夾把它夾到頂天立地下上面 還有我們的櫃子旁邊有一塊木板上面 所以我們後面就有一個純白的背景 好那接下來我們用一下燈光的部分 打光的部分我們今天要來一點High Key 因為我上次用Low Key的方式打光 然後就整個超糟糕 因為你在直播的時候位元率就已經很低了 所以那些黑色比較暗的地方 比較陰影的地方就會超多雜訊 然後品質就看起來超糟糕 所以High Key來打光一下 那打光的想法我想說 這一盞600D加上F10 Fresnel 直接打天花板一個柔光效果 那這一盞300D加上2X Fresnel 然後往上打看看要不要Barn Door 然後遮一點光應該要啦 然後就直接往上照到CRLS 一片應該是3號 一片看要1號還是2號 打背景的部分 然後這一個300D呢 就是丟一個大的柔光照 然後勾了另外一邊 就是這邊是柔盒的 那另外一邊這邊的CRLS 勾人的後面的話就會比較硬 因為CRLS只有25x25公分 那這一個柔光 前面還有再加蜂巢 才不會讓光線亂照 照到奇怪的鏡頭啊 或是奇怪的地方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直行一下 OK 那我們的燈光就這樣子架好 那現在是沒有打光的狀態 那我們把燈打開之後 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就是兩邊 一邊是用CRLS 這是3號 3號勾勒我旁邊 那另外一邊是用這個柔光照 勾勒我另外一邊 然後600D呢 加上黑鋁箔 直接照天花板一個柔和的點光這樣下來 那另外一片的CRLS 是2號 然後就是打後面背景的部分 OK 那接下來就是用攝影的部分啦 攝影的部分 今天因為要直播 所以有一點複雜 你們要好好仔細聽 不然你們根本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那我們今天要雙機 甚至是三機 如果你手機也算一機的話 就是三機拍攝 那第一台攝影機就是BMPCC 那三號就是我待會也會把這一台攝影機加到旁邊去 我們就可以好好的切換我們的畫面 那這樣子三合一的訊號之後 他們導出我直接導出到我們的Avermedia GC550 它其實有點像是電競截取 就是其實它是要給你直播電競截取的截取卡 那這個截取卡就直接輸入 然後我們用USB 3.0接到電腦 我們就可以用Avermedia它的直播軟體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線上直播了 那我們就先來架一下攝影機的部分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攝影機架好 那我們今天用一個超廣角的鏡頭 就直接拍攝到我們整個背景 拍起來像這樣啦 那待會也要開始直播的時候 我再把這一台攝影機加到旁邊去 這一台有點像是備用機 就是不管是這一台攝影機發生什麼事 還是觀眾無聊想要看另外一個角度之類的 我們就才會切到這一台 那不然主要還是是這一台攝影機 那我的直播畫面就長這樣子 那右下角我們放了一個小小的LOGO在這邊 那左下角呢我放了所有我的社群媒體 你看 超多社群媒體帳號 反正就是給大家資訊嘛 拿來看要在哪一個平台上觀看 就隨便大家 但是我就直播出去嘛 那這個AverMedia的軟體 它可以同時直播到各種不同的社群媒體 你只要有網址 然後有金鑰 你就可以直播 就非常簡單 那你想要直播到多少個平台 就隨便你 只要你的電腦附和得了 你都可以去直播 好 那就是我們的攝影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聲音的部分 因為聲音部分也很重要 那聲音的話 我直接用我的可愛的Shotgun Mic 接上XLR 到我們的幻電48伏特 到我們的Audi and ID4 Mark II 直接USB接到電腦 我們就電腦就會有聲音 那這裡就可以調整我們的麥克風的Gain值 然後我們要監聽麥克風的音量 也可以在這裡直接監聽 反正這整個 就可以直接讓我們到軟體裡面 調整我們的音量 我們就會有完美的聲音 那我們接上我們的麥克風 那我們直接用我們的燈架 接上我們的NOGA手臂 我們就可以接上我們的麥克風 那麥克風 就是收音這個部分 最重要就是監聽 就是你一定要在直播之前 戴上耳機 聽到你到底混出來的聲音 到底怎麼樣 你才能再播出去 因為有的時候 就懶得監聽 或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可能監聽是好 但是又有問題之類的 反正你監聽非常重要 不然你播出去 可能就會沒有聲音 或者是斷斷續續 或者是聲音又太小聲 很多直播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聲音太小聲啦 然後或者是中間 欸怎麼都沒有聲音 他直播一個靜音直播 所以監聽非常重要 好啦 那我們就等待直播吧 OK那我們就順利完成我們一個多小時的直播 那我剛剛又在我的攝影機上面 多加了一盞小MC 搭我的眼神光 OK 那最終的影片會放在下方 連結 就是直播啦 就放在下面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但是有一個多小時 呵呵呵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拍一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 快點 快點